网飞三体的新预告都看了吧 哇 它是怎么做到又像又不像的 汪淼一分为五 宇宙物理眨眼 质子都直接全面展开了 与主对决就是直接跟主对着干是吧 不愧是全游团队 骑骂人家敢改 无论它最终是左宗堂基 还是中文六级试卷 有鹅版三体打底 我现在的心态就有一种 手握高超不怕马超的淡定 原版三体的解释权在我们手里 对方掏出来的顶多算个二创 不怕你整活 就怕你不敢整个大的 大家好 我是萱苗 今天和大家解析最新放出的 网飞三体预告片 大刘在三体三里提出了一个 文化反射的科幻概念 只在威慑建立后 三体人模仿人类的文化作品 几乎瞬间就达到了 以假乱真的水平 三体人就像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 使人类从以前不可能的角度 重新认识自己 而现在我看网飞三体 就在看一种文化反射现象 只不过这面镜子啊 他有自己的想法 抛开美术设定七拼八凑 网飞三体的特效技术上 还是稳定发挥的 大场面确实一流 内容上不出意外 一股意味 不能说是面目全非 只能说是五马分尸的甩品 主角一分为伍 男女老少红黄白黑中 轻松完成多元化指标 更适合美国宝宝的体制 非常符合我对三体人的想象 网飞三体第一季一共八集 从这两分多的预告片 基本可以推断是三体一的故事 不会涉及太多二三部的剧情 可惜 看不到黑人逻辑和农场主正面对决了 预告片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汪秒调查科学家自杀事件 幽灵倒计时 宇宙为你闪烁 你们都是虫子啊 后半部分就是进入虚拟的三体游戏 各种特效大场面 接下来还是带大家分析一下预告片的内容 聊聊我的看法 网飞三体和原著小说最大的不同 就是把三体一明面上的男主汪秒 一分为五啊 人家简介里说的清清楚楚 五位曾经共识科学家必须再度合作 化解人类史上最大的威胁 高度在扬了渺渺在三体中的地位 越等于六分之五个定义 角色上应该是图片上的这四位加黑人老哥 首先是亚裔科学家成金 在预告片里出场次数特别多 应该是大女主 这个Oxtina 巴元娜娜 在开头看到了幽灵倒计时 并见证了宇宙眨白眼 然后是这位瘦高的Will 照片上著名Applied Physics 应用物理 后面还有他打开实验室装置的画面 里面应该是他研发的纳米斯飞刃 接着是Jack 演员大家都很熟 全有理的Sam 他右上角也有个标签 Oxford Dropout 牛津大学辍学 天才标配设定啊 预告片里有一幕 他在泳池里溺死了 感觉剧情中五人组会检员 最后一位黑人老哥和陈金一起 出现在麦田 远处放大 可以看到蝗虫群的黑点 应该是原著结尾汪淼 丁怡 还有大使的名场面 黑人老哥估计就是负责理论物理的丁怡 而另一个熟面孔 之前被怀疑是张北海的至尊法师 本尼迪克的王 应该就是大使了 预告片里有他调查命案的画面 也有取证时佩戴橡胶手套 刑警没跑了 由此推断 网飞三体人物上最大的改编 就是把原著丁怡 汪淼 甚至杨东的经历 分配给了这五位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几位汪淼的演员在采访中 直言自己没读过小说 也是 你们演的人小说里都没有 读的有啥用啊 其他出现的角色 我猜是常伟斯 青年叶文杰 老年叶文杰 申与飞 一文斯 这个选择坦率的讲比我预想的 还正常一些 相较于人设的大幅度魔改 预告片对原著的许多名场面还原 就到位多了 当然也有许多设定崩坏的地方 幽灵倒计时的特效 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加入了更多的细节 更像是在视网膜上成像的样子 第一第二红暗基地也很还原 尤其是雷达风上 麻雀随着机器的启动都齐刷刷的坠落 显示了机器巨大的功率 也象征着叶文杰的操作成为了地球 生灵涂炭的开端 拍的还是很有气氛的 古真计划也有对应的画面 都是行动结束后收拾残局 我猜是拍了的 也许特效没做完 ETO的集会 特种部队入场也是常规的水平 拍反恐 美剧还是行家的 预告片的后半部分 进入3T游戏 长得像Vision Pro的钢铁三角裤V装置 这种小问题我就不多吐槽了 用八卦的符号算万年利 应该是周文王 浸泡 小美人鱼 人猎计算机 大撕裂 乱七元的极寒极热 制造质子的粒子加速器 都做的有模有样的 就是这汉鲁一家亲的衣着 以及这秦始皇宫殿上 盖了一个清真味的穹顶 和这秦始皇扫六盒 还扫到中东去了 AI都生成不了这么离谱的设定图 除了美术缝合怪 技术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 看得出来 网飞三体还是保留了原著的核心情节和场景 虽然演员没看过原著 但好歹编剧看过 可惜他们好像只看了三体一 就开始对原著核心的科幻设定 质子 大改特改 宇宙闪烁也跟背景辐射无关了 就硬闪 不需要3K眼镜 肉眼就能观测 你们是虫子环节 预告片中质子居然二维展开 包裹住了地球 如果这些画面不是角色的猜想 而是真实发生的情节 那这改动就有点极端了 质子是三体文明发射的战略武器 造价非常高昂 三体文明为了造它 放弃了第二舰队的计划 第一维展开的质子也非常脆弱 很容易被打击 三体二黑暗森林里 逻辑最后和三体谈判的时候 质子才露出自己最脆弱的形态 以展示诚意 像预告片里这种 当着所有人的面 第一维展开 甚至铺满地球 相当于拿着消音手枪的人 面对拿着弓箭的敌人 近距离贴身敞开胸膀 万一人类在质子收缩回微观尺度前 用核弹攻击 不是没有可能破坏掉的呀 好吧 原来他们真的想用核弹去打外星人 专业对口了 这样的改动 让气氛更震撼 更通俗易懂 却失去了原著中文明间 敌暗我明 你死我活 几倍发凉的惊悚感觉 总的来说 网飞三体为了商业性 追求宏大场面和刺激情节 也是意料之中 这个咱们早就有先例了 丝毫不意外 我最大的怀疑是 他能否像原著那样 讲述一个在技术落后 并且被全面封锁的环境下 通过思想的领先 完成反击的故事 无论是第一部 大使质地有生的 虫子从未被战胜过 还是第二部 逻辑参透黑暗森林法则 建立威慑 亦或是第三部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的人类 三体都不断在强调 思想上的领先 比技术上的领先 更为重要 有着先进的思想 技术总有一天能追赶上 那美国人能理解这层观点吗 我觉得很难 毕竟你不能要求一群 为了自身的霸权 封锁他人的人 拍出一部 凭借先进思想 突破他人封锁的故事 这也不会是我第三体 这是 美第三体 那就聊到这里 三体改编作品的上限和下限 我们早就拍出来了 枉飞三体的水平 我猜应该是介于他俩之间 等3月21号出了 我也会第一时间考打的 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下个视频见 爸爸的哟